回到国内要但已经看到的是 新北市新店区的日龙城 有妈妈带着小朋友到游乐场来玩 结果现在被设施打到头 不止受伤流血还缝了一针 那现在妈妈事后出面控诉说 业者虽然当下有陪同就医和支付医药费 但是后续却默不关系 痛批完全不负责任 而新北市政府的金发局 获报之后到场稽查 发现多项规定不合格 已经要求停运改善 游乐场那些小朋友玩设施 站在滑板上左右摆档 这时右边的小男童重心不稳 摔下来跌坐在地 还来不及震起来意外发生了 男童头部被狠狠撞击 双手捂住头放声大哭 被敲这一下不止流血还被缝一针 妈妈看了好心疼 更气愤业者的处理态度 小孩哭得很大声 你知道那个撕心裂肺的感觉 我不能感受她的痛 但我看到那个过程当中 原来事情这么严重 过了三天并没有任何一个 馆内人员还有这一名业者的 公司内部人员来跟我联系 事发在新北的玉龙城 11月27号下午 妈妈控诉小朋友受伤 现场没有急救包 工作人员用手机暂时按压伤口 在陪同到医院 虽然付了790元的医药费 但后续却没有主动联系 事实有一点落差的是说 可能事发当下 其实我们有 我们是从人 一级就是急救乡先 包扎处理 上半日都有一级就是电话 关心这位妈妈 他都没有跟我们正面回应说 希望他得到怎么样的回应 警察局后报到场警察 也发现多项规定不符合 费得保护法第36条的规定 要求他立刻停止营业 现场的机查 业者这边没有落实那些安全设备 我们同步在昨天机查的时候 有要求业者去做改善 孩子开心玩耍 却患得霜很累累 家长只希望业者负责 别让小朋友的童年 留下盈盈记得这么报道